上次就說了為何飛機的窗是橢圓形 那大家又有沒有發現飛機的窗上還有什麼其他特別的地方呢? 大家好,我是103中隊的直落童中士 今天就和大家說一下飛機窗上的一個洞 它其實就是一個排氣孔 它可以令到氣壓在機窗內外保持平衡 飛機窗的設計總共有三層的玻璃 而排氣孔就在三層中間那一層 大家不要小看它 它是其中一樣會影響機上所有人的安全 隨著飛機升降,飛機飛得越高 上面的氣壓就會降低 排氣孔就可以令到機窗內的氣壓保持在安全水平 令到所有人都可以安全正常 好像在地面這樣呼吸 大家又猜猜它另一個作用是什麼? 如果又戴眼鏡的你就會明白 平時我們出入冷氣房,眼鏡上一定會起霧 那為什麼在天空上的機窗內外溫差這麼大 都不會起霧呢? 原來就是因為排氣孔會釋放 內窗和外窗的玻璃之間納穴的水分 令到飛機的窗不會起霧 這些水分聚集在窗中間那一層 所以有時你會在窗中看到雪花就是這樣 有時你們搭飛機的時候 留意下小細節 好像搭飛機坐窗邊的你 就可以看看這些排氣孔附近 會不會有雪花的形象 喜歡我們的製作 就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 還要follow我們的Facebook、IG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是103的謝樂童中士 我們下條片再見吧,拜拜!